老師們在課堂上傳授知識 放學了還要到路口倒戶 但有教育公會跳出來指控台中市府 發公文要國中小老師們 查報學區內的起樓違建 然後校長迫於教育局的壓力 也都要求老師去做 那老師就只好把學生放在教室裡面 然後他們就去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對教育不是一個好的影響 一般來說舉報違建的全責單位 是交通局都發局 民眾也可以透過警察局檢舉 但現在連老師也被教育局要求 要在一月十九號前整理通報 讓老師們炸鍋認為被教學專業 民眾看法不一認為道路違建 人人都可以舉報 就算希望老師配合 也不該有強制性 違章建築的認定 不是學校老師的專業 學校老師也沒有這方面 的專長 是提供校方資訊反應的管道服務 而非強制要求老師做這項教學以外的工作 教育局強調 如果校方資源性提供相關資訊 也只是讓都發局實施 所謂的奇樓安學專案計畫 至於是否違章建築 也會交給專業的判斷 現在教育團體公開發聲 只希望上級單位體訓老師辛苦 讓他們回歸教育 記者劉美麗雲杰台中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